我国和中国四川的双边贸易额去年达到了14.4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超过40% 显示了双方企业能持续创新 关系发展可不断充实 新川今天签署了17项协议继续深化合作 来看记者洪宝林的报道 全球经济形势不稳定 新川双边贸易额去年依然取得42.8%的增长 新加坡是四川的最大外商投资国 累计投资项目600多个 投资总额为69.3亿美元 涵盖基础设施 创新产业 以及医疗和教育领域 随着新川的经济转型升级 双方也再次承诺将继续加强双边的合作 展望未来的合作 新川可以在很多领域共同努力 实现优秀互补并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 17个新合作项目涵盖现有的交通运输和物流 和生活休闲相关行业 以及新的生物医疗科技领域 我们新加坡的企业重点就是在服务行业和用户交付的界面上是比较创新的 一个整体的服务平台交付给客户呢 是我们在新加坡做的相对来说跟中国公司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黄志明也说 新川应该继续推动人民与文化层面的交流 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互动 他希望通过活动来展现新加坡的历史文化 拉近新川人民的距离 新川媒新闻记者 红鲍林报道